專案的報告中 有寫到這一個 興建中有8間國中小的這個學校 規劃中的有一間是 烏日 這個烏日區的文小市 剛剛那個吳藝人也提到了 規劃的理由 這個烏日文小市的規劃理由是 根據民政局的統計 這五年來 烏日區的人口增長率 超過6% 能夠的這個遷移的增加 我要跟你討論一下我們 海線地區清水沙路無期 這個文久的這一個學校 他是在我們的台中市的這一個 市政中 台中港的這個市政中心 最近台中港市政中心的北側區域 增加了很多的這個大樓跟社區 從西濱的快速道路到這個民主路口 往台中港的這個方向看過去的時候 會看到很多大樓 這一個林立 那邊是我們 屬於我們清水的康朗里 根據這個民政局人口統計的這個 來看清水區康朗里人口從108年的 這一個6432人增加到100 在這個113年3月增加到這一個9914人 這個五年之間增加了3482人 這個增加的幅度非常的高 接近的這個54個percent 113年 局長你先請坐 等一下可以讓你發言 113年3月當地這個零歲 到這個14歲的小朋友 總共是1204人 當地的大樓社區民眾 針對台中港市政中心的公共設施建設 有很多這一個想法 像學校用地的文九開閉 學校用地的這個文九開閉 工業遊戲場的這個整修 公車路線的規劃 停車場的這個設置 在這邊你們可以看一下 市長 這個紫色的這個地方 就是文九的這個學校用地 旁邊有 康朗國小 青海國中 還有這一個中正國小 中正國小 像這樣人口的增加的地區 又有學校用地 學生人數一直在增加 家長們多次對這一個 都提出這盡數 這開閉文九的這個地方 來訴求 市長 你要不要說明一下 你知道這裡的情況嗎 文九用地的這一個 社校有其必要性跟擊破性 市長 要不要說明一下 還有看事務的看法 我先做總體性的說明 謝謝各位議員 因為台中市人口 那不斷地在增加 那有些區域 它人口增加的速度也特別明顯 那也因此呢 很多地方都有設校需求 所以今天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上午質詢的議員 那大家都紛紛提出自己選區 有的希望增班 有的希望增校設 那有的希望設校等等 那我們都聽見了 那台中市政府呢 我們會秉持 那專業 然後同時公平客觀的評估 那究竟預算裁員有限 所以我們會按照它的一個需求的順序排二體 來進行 謝謝 好 那昨天我也執行了地震局 我們這個如果按照規劃的話 會有增加500億 哪個1億來蓋這個新的學校 我相信是沒有問題的 本席認為 台中港市政中心是 台中海線的新興地區 這個區域出生的人口 一直在增加 學生也一直在增加 大量這個人口的嵌入 所帶來的國中小的這個需求 是是否應該要盡速改善 區域內的學生的 就學的這個距離 旁邊也有學校用地 不應該把它放會在那邊 也放會了10年了 沒有使用 為了學生的交通安情 因為台中港周邊都是大卡車 連結車很多 究竟 究竟讀這個學校是有這個必要性 似乎有這個很充分的理由 開闢這個學校 滿足這個新的住戶的這個需求 然後局長你請坐 是 局長 交通局長 這個國中是屬於青海國中的 這個協區 所以學生要到這個學校 有一段距離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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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